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6号星期二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1个 习近平在政党峰会上讲话又出状况 第2个是美国拒签500中国留学生的真相 第3个是 张陶打院士刑居,那么军委副主席的侄子吗 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 好,先讲习近平,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7月6号以视频的方式举行 这是中共百年党庆的一个项目,核心的内容是向中国国内 展示中共政党多牛,引领这个世界政党的潮流 属于一种洗脑工程 那么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说 他这个峰会呢,旨在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 治国理政的经验交流 那么增强为人民谋幸福的理念和能力,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什么意思呢,说人话呢 说人话就是 把那小兄弟拉来 给大家看看,你看这都是我的小兄弟,就这个意思 那么参加的要么是独裁专制的政党 要么是 我们叫 独裁专制政党,要么就是亚非拉要钱党 总之 就是 就没有西方的民主政治的政党 所以在这个场合之下,习近平感觉很好 那么 都是捧场的 不过 这些捧场的呢,都是买来的帮贤,我念几个名字给大家听一下 南非国大党主席总统,拉玛福萨 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主席 然后是俄罗斯统一党 俄罗斯统一党主席 梅德韦杰夫,梅德韦杰夫就是 就是普京的套娃 阿根廷正义党 总统菲尔南德斯 越南党中央总书记 软负重 然后是这个古巴 古巴党中央共产党 中央第一书记 叫 迪亚斯卡 卡内尔 其他我就不念了 都是这一类了,后面就是什么巴基斯坦 莫桑比克,纳米比亚,钢果 钢果布 斯里兰卡 玻利维亚 要么就是独裁的党,要么就是要钱党 胡兆明说,说有160个国家,500多个政党 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与万名政党和各界代表出席 这得花多少钱 就是买来的帮贤 然后他说,在100多个国家的政党 在本国设了200个集会 集体会场 组织本党代表参加这次峰会 鬼姓啊,真的是 然后呢,中国这边谁参加呢 政局常委王沪宁 然后是委员,丁薛祥,杨洁篪 杨小杜,陈希,黄坤明,蔡奇 陈希,陈希出来 然后呢 上海 延安 深圳 宁德 福建宁德 习近平在宁德当过 当过地委书记,然后是浙江的安籍 设置了国内的峰会场 然后这个就是组织干部群众,从不收看 这个峰会盛况 习近平就发表这个主旨讲话 花这么多钱就是让他露个脸 其他国际场合也去不了 搞点这种活动 题目叫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 然后他就上来就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连续奋斗,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 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习近平夸自己 这个站起来是毛泽东 富起来是邓小平 他是强起来 他让中国强起来 所以他就意思就是他比毛跟邓更厉害 然后他的演讲用排比句,现在很喜欢用排比句 我们 我们担起责任 干嘛呢,引领方向 凝聚共识,促进发展,加强合作,完善治理 这 依附这个舍我其谁的这个气势 然后呢,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干什么 干什么 中国共产党将履行大国大党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将积极推进 推动 完善全球治理 习近平现在一张嘴就是全球治理 意思就是什么 我治理我的报复是治理全球的 然后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怎么说呢,他说 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 大家庭的一员 最近说这个话了 最近说这个话了 以前都不说,大国崛起,哪有什么发展中国家,不提 他现在开始说发展中国家 然后将坚定不移的致力于 发展 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 代表性和发言权 这对国际秩序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他的意思就是 他要有代表性,也有发言权 然后在他这个致辞到 快读完的时候 读着读着 就把前面的戒指再读一遍 读着后面他发现有点不大对,因为他 他应该是翻了个夜码的时候,没翻过去,把原来的稿子再读了一遍 然后就开始翻 不知道读哪了 就开始 就开始问 我这说完了吗 然后底下就一片安静,谁都不敢说话 然后底下的人赶紧跑上帮他数 最后呢,他找到他刚才读的地方,一把他读完 所以 本来这个气势磅礴,排笔句嘛,把他排下来 排着排着,发现读虫了 广东话叫 人听说了 可惜了 习近平的这段话呢 有两点 第一点 他就是 他就是演一场戏给国内看 就是 拉一帮穷兄弟,拉一帮这个独裁,独裁专制的 政党来开一个这样的会 这个会基本上是既腐败又没落 既反动 又 又反人类的一个这样的会 那么这个会呢 他又在这上面呢 朗天刚来的 这个 让我想起一系列这种事件 我讲讲,讲讲跟这个有关系的故事,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故事 清华大学有个历史系,历史系有个副主任叫王琪 他翻译这个俄文,一文叫什么呢,叫中俄国界东断学术史研究 然后中国俄国西方学者 视野中的中国 中俄 国界东断的问题 翻译这本书 这是一本俄文书 那么这位1964年出生的这个历史系的副主任 他居然不知道蒋介石的英文名字叫 Chan Kai-shei Chan Kai-shei就是蒋介石的这个英文名,英文就是用这个名字 他不知道这是蒋介石 讲那个蒋介石,俄文里面直接用这个名字 意思就是代表蒋介石,他不知道 他就直接翻译成什么 常凯生 把蒋介石的名字翻译成常凯生,相当搞笑,他是个历史系的 副主任 这是清华大学的故事 同济大学的故事是什么 同济大学哲学系的 副教授 叫陆兴华 把毛泽东诗词念濡胶昆仑,他的作者 翻译成 诗人昆仑 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 中科院院史吴孟超逝世 这个同济大学官方的网站上面登了一个文章,里面讲 国事无双 物作是 国土无双 这是一个 比较搞笑的是什么 比较搞笑的是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主任叫朱刚 朱刚6月18号 就在这个复旦大学官网发了一篇文章 叫求仁得仁 永真安息,大家知道永真是谁 数学学院 复旦大学数学学院的 党委书记,王永真,大家还记得吗 6月份刚刚发生的一个血案 就是这个 江文华 数学系的教师江文华 歌喉 那么这个王永真,他写篇文章 悼念他 这篇文章一出来 整个舆论大话,大家网上去搜一下 说他这个 这个 中文系的副主任写了一篇 他想半文半白吧 半文半白,但是呢这个 用词不当 语法错误 然后这个逻辑不通等等 他是中文系的主任 一看这篇文章 把你笑疯 这是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出了很多摇蛾子 出了很多摇蛾子 然后当然最著名的是什么 最著名的是北大 北大校长 林建华 北大百年 百年校庆 全球直播 演讲 洪湖之志 念成了洪浩之志,变成一个大笑话 后来林建华自己出来写 写个东西来这个道歉,说哎呀这个我是学化学 意思就是我是学化学的 这个不大懂 这就是北大校长 光明日报 6月22号 发表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作协书记处书记的这个 叫无疫情的文章 这个文章叫什么呢 中国百年文学的红色基因 这也是县礼文章 中共建党百年的县礼文章 这篇文章里面列举了中国100年来 大量的著名的作家 和他的著作 100年来 中国只有一个作家得过 诺贝尔文学奖 是谁,莫言 莫言榜上无名 莫言榜上无名 可见莫言的作品里面肯定是没有红色基因 那么他的文章里面当然很强调强调什么强调 文艺为广大人民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那么肯定莫言的文作品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 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虽然他得了诺贝尔奖 在中共在强化文学的红色基因的时候 我刚才讲的这些大学 中文系主任啊这些教授啊 出的这些丑 就一点都不奇怪 而且我相信 这些故事 还会 还会发生 还会发扬光大 你再看一下习近平念的那个白字也就不奇怪 那么我们就讲讲,顺便讲一下轻松一点 好,第1个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讲第2个 美国拒签500个中学留学生的真相 这些事情吵得很大 就是 国内的媒体 非常大,做得非常大,不断的在炒作这件事情 我在讲讲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谁报的呢 中国日报 英文中国日报,就是官媒 英文中国日报报道说,有500多名中国理工科的研究生 申请赴美签证 被使管以不符合美国移民 和国际法 第212条F款 以及 10043号总统令 为由拒签 拒签了500个 500个的学生 那么第10043号总统令是川普总统在去年的5月份签署 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中国利用学生,留学生 来获取美国的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 实现军事现代化 所以呢对美国 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所以呢禁止 巴索 和解放军有联系的 这个学校的学生 获得F签证或者是J签证 这是 10043号总统令 那么这件事情呢,中国外交部 非常高调,上来就说 这个 这个已经向这个美国提出严正交涉 那么中国日报的报道说,被拒签的500多名学生均为申请赴美 攻读博士或者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大部分是学习电器、电子工程、计算机、机械、化学 材料科学、生物医学等理工科专业 他们就读的学校包括哈佛、耶鲁 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 霍普金斯 而且大部分学生办理的签证时间都是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那么他就 赵立坚就说,他说注意到近期 这个留学生申请被拒签 那么中方表示严重关切,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他就说,他说美方有关签证限制措施 延续了川普政府时期的遗毒,这与美方欢迎中国留学生的表态不符 严重损害中国赴美留学生合法权益 严重破坏中美正常的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 这也与美方自我标榜的开放自由等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开历史倒车 然后说这个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 重新审议 有关中国留学生赴美签证的申请 停止打压这个中国留学生 这讲了一堆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情况是很奇怪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美国大概美国临时馆,我估计一天至少 每天都得聚500个留学生签证 至少500个 每天都会发生,从来没有 我觉得在以往 美国领事馆或者美国大使馆拒签这个签证 多了去了千千万万,从来没见过中国官媒 为这留学生说过一个字 这个外交部发言人 为中国留学生被拒签 表个态放个屁,从来没有过 为什么这500个 中国就这么紧张 中国日报拿出来写 发言人还特别 啪啪啪这么长,讲一堆这么长的话,为什么 为什么要为这500个学生 签证 出头呢 这个我有点奇怪,这让我想起了什么呢 让我想起了孟晚舟 你想一下,中国公民在海外,包括在俄罗斯 被绑架,被勒索,被欺负,被打,被杀多少人 中国政府有帮过忙吗 没帮过忙吗 孟小姐这事这么上心 肯定是因为 她是孟小姐嘛,对不对 实际情况怎么回事呢,实际情况是这样 财新网报 财新媒体报道 财新报道 被拒签的 其他的不说,就说已经被拒签的310个案例 当中 250个 其中250个来自8所大学 就是被 10043号总统令禁止的那8个大学 8个大学 所以已经超过了80% 这是第1个,第2个 其中 国家留学基金获得者32起 所有国家留学基金 获得者 都拒签 32起 占10% 然后其余的个案当中还包括电子科技大学 上海交大,厦门大学,同济大学 那么个案还有什么呢,还有西北公大附中或者中北大学就读过 你可以看到 川普总统签署10043号总统令之后 去年的到去年9月,他是5月份签的总统令 从5月份到9月份 四个月当中,四个月期间 10043号总统令就取消了1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 这个签证 就是 总统一出来 就取消了1000个 这个签证 你想一下 其实这个政策从去年5月份到现在从来没变过 从来没变过 而且当时已经有1000个 你见中国政府说过一句话吗 没有吧 而且这件事情 9月份,去年9月份就公布过 所以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那1000个都不说 这500个就说,而且这500个大家一看就知道 里面是什么 里面是已经 从去年5月份已经开始静止到现在 这是第1个 所以当时为什么赵立坚不跳脚 还当时比现在多一倍,都不跳脚,现在只有当时的一半 蹦这么高 里面肯定有原因 这是第2,第3 签证政策是一个国家的主权 就是 我让谁来,这是我的地方 对吧 我让你来 你就来,我不想让你来,我有权不让你来 中国天天 不让别人干涉他的主权 你这太双标了吧 这是点,赵立坚讲的这番话,义政词严的 干涉别国内 主权 这是第3个,第4个 我看到有一些说这个留学生打算 打算这个提起诉讼 推翻这个总统令 那我就看到这个 美国宪法和移民专家叫王勇 王勇律师做了一个解读,他是这么说 他说这个本案法律根源是212F 就是移民和国际法赋予美国总统的一项非常宽泛的权力 就是说可以通过总统公告 暂停 或者限制 任何外国或者某一类外国 外国人进入美国 美国的公权力在很多领域都是由这个立法 和行政分享 立法行政分享这个行政权,公权力 但是有两个方面 行政权基本上是权权 一个方面就是外交 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移民 移民跟外交这个领域,这两个领域基本上是行政权 几乎是权权 那么212F 确保行政部门就是政府 面对 对美国构成威胁 或者是根据当时法律规定不排除 不可排除的外国人 不受约束 所以总统 就拥有这项权权可以防止 任何特定案件 或者案件类别构成的威胁 其实讲到底就是保护美国的 保护美国的安全 那么财经杂志就问他说有没有 其他的案例 王勇这个律师那就解释了一下 从这个美国的宪政历史 行政分支在移民这个特殊领域做出的规范 司法分支的态度基本上是尊重 然后不做过分的猜测 基本是这样的态度,所以基本上 这个官司没得打 这个官司没得打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点 我们要搞清楚 第一点 为什么川普政府会有10043号总统令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中国政府 在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当中 安插间谍 其实就是这件事情 把留学生给坑了 所以 愿有投债有主要搞清楚到底是谁造成的 这件事情首先是中国政府造成的 你不能干这个事情,这有点像什么 这有点像你打仗的时候 你不讲武德 不讲武德,你冒充对方,冒充对方的话那结果是什么 所以你交战规则里面讲得很清楚 不能穿对方的军服 你穿对方的军服的话 直接枪毙都不用省 所以这个问题呢 外交部的表演非常的拙劣 而且 我认为 这里面 肯定有鬼 我都说了 去年5月份到 9月份 美国已经拒签了 1000个中国留学生 甚至取消他们已有的签证 中国外交部 中国日报,一个屁都没放 现在据了500个,500个这是既定的政策,八个学校,八大学校,其实当时就是 就是这八大学校 为什么 蹦那么高 肯定有问题 当然 我还是那句话 美国的签证政策 不应该为难中国留学生 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其实对中国的学子有很大的帮助 也很重要 对美国自己也很重要 怎么样去鉴别中国政府安插在这学生当中的鉴别 是美国 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他们应该把这件事好好的做一下 而不是拒绝所有的留学生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的签证政策 我认为他是矫枉过正 但是也情有可原 所以账要算在中国政府头上去 这是第2个主题,我们讲完,第3个主题 张陶 张陶打院士,大家都知道我们讲了好多,这个最近一直在说 7月5号晚上,北京市公安局 朝阳分局 这个 发布情况通报 然后就说 6月6号 在王静年住所楼道内 张陶57岁 多次殴打王静年54岁 期间吴美荣85岁,在劝阻过程中 被张陶 拉拽 碰撞两次倒地 6月12号,王静年到 朝阳公安分局 报案 警方传话了张陶接受调查 7月5号,王静年到医院复诊 然后鉴定 青山二级 然后这个朝阳分局对张陶 刑事拘留 这就是现在 发展到现在 张陶打院士,发展到现在 然后呢在此之前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发了一个公告 这公告我念给大家听,有点文章 关于张陶同志酒后打人事件的通报 航天投资空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陶同志,酒后打人事件发生以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党组高度重视 做出张陶同志即日起暂停履职 配合调查的决定 集团公司已经派出调查组对事发当天下午 至晚的整个事件过程进行全面调查 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进行进一步严肃处理 感谢广大网民的关注与监督 这个公告呢有两个奥妙 第一个奥妙 同志 对一个人,你一讲中共的情况是什么 一叫他是同志,那就是犯了错误的同志 还是自己人 一叫同志 意思就是还是自己人,这是第1个 第2个 强调他是酒后打人 这酒后打人这是有文章的 这个很重要这个 然后呢今天呢在网上就流传 一个说法 说这个张陶呢 他爷爷呢叫张宗迅 是开国上将 爷爷是开国上将 那么 做到了总后勤部长 他夫人叫杜芳 1942年 12月12号由科进师介绍结婚,他们俩结婚 12年结很重要这个时间节点,12年结的婚 然后张陶的父亲叫张兴霞 网上流传的,我转述 他曾经是航天工业总公司 的计划处的处长 航天工业总公司就是现在的航天 航天科技集团 然后后来就做了中国长城工业 总公司的总裁 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那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卖军火的公司 中国大部分的常规武器 是这家公司出口的 他是一家 军火 军火商 那么他是,张兴霞是张宗迅的长子 然后呢这个今年这个百年党庆,张兴霞做第10号 管理车 上东管理台 我们之前讲过那12辆车 他做第10辆 排去 还是比较靠前 第10辆车 然后呢 张兴霞的弟弟叫张又霞 张又霞这一名字一听和耳熟 军委副主席 他是张宗迅的次子 那么张春迅还有个女儿 那现在问题来了 也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是成立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 张陶出的丑 出的是当今现在 军委副主席的丑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当然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官场的情况 这是红三代 红二代是张又霞,张兴霞是红二代 那么这是红三代,这一上红三代 这就是这个网上就有故事了 那么 张陶是19岁参加工作 然后他的履历上面写他又是什么硕士又是什么博士 那当然肯定是后来混的 那么83年参加工作他一直在航天工业总公司工作 那也就是在他父亲 在他父亲手下 那么一直到2019年成为这个航天投资控股的董事长 那就是傅英 这就是中国的红二代红三代的标准 标准版本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问题所有的数据都是真实的 张陶的数据是真实的,他的履历可以看得到,这是第1个 第2个,张忠迅是真实的 然后张又霞跟张兴霞 都是真实的,这个关系都是正常的 只有一样东西是 没有 什么东西 张兴霞的履历没有 清干净了 甚至连张兴霞的年龄都查不到 为什么,这里面就有个问题 张陶是1964年出生 那么张忠迅是1942年结的婚 理论上来说如果 张兴霞 张兴霞是长子 但他不一定是 他可能那个女儿不知道是老大还是老二不知道 如果他是长子,如果他是第1个老大的话 那是有可能他是在 43年出生 如果他在43年出生的话 也就是张陶出生的时候 张兴霞21岁,这有可能 但是如果他不是老大,他是老二 那就不好说了,因为为什么 张又霞是50年出生 张又霞是50年出生 当50年出生,那当然这个年龄就有点 有点奇怪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 张陶和张兴霞之间的关系 不确定 所以这件事情 新闻是以纯遗的 现在的问题是,张兴霞的资料清理得太干净 清理得太干净 就你确定不了,你不能够通过张兴霞的履历和资料 来判断他跟张陶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里面,当然这里面的关键点其实不是张忠迅 这里面的新闻点是两个 第1个 跟张忠迅有关,这是红三代 张陶是红三代,如果能够确定,确定张陶跟张兴霞的关系的话 那他就是红三代,这是第1个 第2个 他是军委副主席的侄子 这就是这件事情 那这个军委副主席的侄子又 出了这种丑闻 而且 是在百年党庆前发生的事情 这件事情就很 很内伤 今天网上还传 传这个吴美荣的一封信,写给这个 这个常中校友们的信 他里面讲的 讲这个张陶这个人,他说是这样 他说呢,他这个 腰椎梁被打断 然后全身软组织挫伤,水肿 他说痛极了,无法活动 术后防灿高烧,防灿就是新 防灿 瘦了这辈子所有痛的几十倍,一个85岁的老太太说的话 他说,此人真的行凶 太可怕了 他说各个部委,央企都有贪污犯 但这样的人在干部高支队伍中没见过 他这么说,他说呢 他说 他说他希望我们帮忙 帮助他,希望我和王静年 帮助他当院长 他已经有人推荐了 而且都在选举过程当中 不是要我们推荐,也不是落选了 推荐6月底才结束 他说他当时要我们帮忙,我是这么说,我说我会努力帮忙 都说好话 他只有王静年说,我们刚认识要了解了解 他说 这个话音一落,他就动手打 打王静年 而且跟到家里打 打了一个多小时 中间打了我两次 他说网上不清楚 但是公安机关的各个摄像头看 非常可怕 他说第1次 用两个手 和手臂把我抛出四五米来 完全可能致命 因为他头坐地 这是第1次,第2次 用手和手臂把我手拉住 然后快速的压下 立刻脊椎就断 极其凶残 他说我们被打二人,虽受皮肉肉体上的痛苦 但为国为民找出毒瘤,或者是一串坏蛋也是值得 残忍极了 与黑社会一样 我就 不全念了 不全念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这吴美荣网上流传的一封信 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三个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四个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谢谢 好,鸣谢 不过这里特别要鸣谢一下,鸣谢谁呢,字幕组 字幕组的付出和坚持 我们现在每一期节目的字幕都能及时的 及时的制作完毕,让大家在享受节目的同时 我也提醒大家,我们非常感谢字幕组在幕后的默默付出,非常辛苦 特别感谢字幕组,谢谢 那他们是谁呢,我要念一下 Tina 言行 菲菲 欧阳 Cliff Wong Samuel Frank Sue 我们有八个字幕组的成员 感谢字幕组的付出 鸣谢 谢谢 刘温 谢谢,六六大顺 谢谢 老罗王谢谢,天热请王先生饮杯 冻灵茶,谢谢 观点,纵观全球稍微有点影响力国家的领导人,找到习这种演讲水平 比大海捞针还难 OK 观点,外交部一边喊着强烈谴责 干涉他国内政 一方面做 坐着到处去谴责他国内政 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打得啪啪响 提问 跟随王先生,王老师节目一年多 最近回听一年前的节目恍如隔世 感慨良多 王老师认为 现在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跟一年前比怎么样,好了还是更坏 现在是7月份 去年的7月份 去年的7月份刚刚开打 中美贸易战刚刚开打 不对啊 去年贸易战,前年贸易战刚刚开打 去年是疫情 最热火朝天的时候,疫情 地缘政治,那地缘政治其实没有去,不用去一年那么久 中国地缘政治的环境的恶化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觉得是从去年的10月份 11月份开始 就是川普真翻脸 10月份 就是大家可以查一下那个时间 赵立坚 赵立坚干的好事,当然这跟赵立坚个人关系不大 赵立坚把这个,讲这个是美军 把病毒传播到这个,在推特上 那段话,我印象中是10月号是11月份 从那个开始 川普就翻脸 川普就正式翻脸 之前就没有正式翻脸 之前川普还拍马屁,说这个中国疫情搞得很好 不断,每次都拍马屁 但是这次 就翻脸 翻脸 所以 地缘政治的恶化 当然地缘政治全面恶化是什么时候开始 是今年 今年的三四五月份 三四五月份是真正全面恶化,为什么 美国把全世界都团结起来 特别是 西方国家 把西方国家团结起来 把这个周边的国家团结起来,日本 欧盟 英国等等这些团结起来 印度 四国集团,一个四国集团 一个七国集团,你把这几个往中间一拢 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就恶劣 到头了 基本上你可以看 现在中国地缘政治环境 30年之内没见过这么差的 比六四之后还要差 六四之后其实西方国家是 对中国是抱有幻想 所以那个时候所谓的接触政策 现在美国已经开始抛弃接触政策 那个国务院 副国务卿已经说了 接触政策已经不存在了 那你想一下,连接触政策都不存在了,中美关系什么情况 中国跟西方的关系 他们现在是,西方国家是 不是仅仅是说 中国跟其他国家发生了冲突,不是 而是西方国家认为 中共的 战略意图 是要改变整个世界格局 他要重构这个世界秩序 这是西方国家无法接受 这是问题的根本 所以不是更坏的,而是 你想一下,现在中国的地缘政治的环境 比六四之后还要恶劣,你说 开一个这样的,中共百年党性 我们有个非常明显的状况 就是 外交空前孤立 外交空前孤立 中国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 中国对西方市场的依赖 对西方有三个依赖 第一个,科技的依赖 第二个,市场的依赖 第三个 这个 资金的依赖 这三个重要的依赖 你想想,你要是没这三样东西,中国经济会变成什么样子 观点,按照常识经验判断 一个天天把自己牛逼刮在嘴上的人,基本上是烂货 我同意你 提问,习近平现在这个命运共同体 怎么听起来像二战时候,日本的那个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那个时候只想东亚 中国这个,习近平这个命运共同体 讲的是全球 他的 他的vision 比 比日本那个大东亚共荣圈要大得多 观点,天安门城楼上反美口号震天动地 人家不让你进国门 太对了 情况 留学签证被拒是没有上诉权利的 除非找到签证官在受理过程当中有出现错误 或者违规操作 即违反程序正义,才有机会申请司法复合 通常即使申请司法复合,成功率也并不高 这类学生签证被拒根本 告无可告 是这样 这绝对是这样 观点,疫情发生后,除了韩国以外 中国不给其他任何国家发学生签证 而且之前有的学生签证也不许入境 他怎么不说说自己 美国毕竟还是照常在发出学生签证 有拒签太正常,至少比中国好多了 中国还好意思抗议,真是无耻之急 观点,CSC资助的留学生 和访问学者 访问学生和学者跟中国高校 关系密切 偷科研成果成风 回国又以既得利益者面貌自居,这些人应该严格禁止 观点 西方对中国 CCP留学课程 加入西方政治人文课程 学分不修满不能毕业,相当于对等中国大学对非洲大学也要修革命历史课程 没看懂 啥情况 好吧 他根本就不给你签证 搞那么多事 观点 观点这个张陶不是官二就是红三 现在连学历和背景都没有曝光 感谢字幕组的付出 谢谢你们,从张陶打人事件说明 中国国内的学者在中共的统治下只能是国土 想把你塑造成什么就是什么 不可能让国内优秀的学者 成为国事的,太多优秀的学者被打压 中国真优秀的学者都死了 这么多运动还不死 观点,敢打院士说明有底气,含照量太高了,所以无所畏惧 赵家人如果杀个 普通老百姓估计啥事没有 这是个怎样的吃人社会 我不喜欢这样讲 我不喜欢这样讲 我们这样讲很容易让这件事情变得合理化 不要用这种态度来讲这件事情 为什么 中国人很喜欢这样讲,很喜欢觉得我很聪明,你看我一看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 但是在你陈述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会让别人觉得这件事情合理的 所以我不喜欢这样讲 我也不这么讲 虽然我们一看就能看出来 而且 你能看到的 大部分有常识,在中国稍微有点生活经验的人都能看到 情绪,世界本来很纯粹 只不过中共的魔爪伸进这个世界,一切被破坏的满目疮痍 种族矛盾加剧,人权问题突出 病毒肆虐全球,洗脑无处不在,愚昧泛滥成灾,文化走向低俗 人性的阴暗面被金钱和仇恨引导 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显示,所谓的人类命运公众体有多么邪恶 观点 昨晚 国内高校同性公众号平台遭集体被封号 我对性少数群体保持中立看法 但我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们也会被针对 被迫害的所谓的少数人 专制强权下 没有人是自由的 专制强权下 没有人的权利是有保障的 观点,按照百度百科的定义,计划经济是一个经济概念 但如果深入的看 计划经济绝不 绝不简单的是一个经济概念 是为了完成有计划的生产过程 必要 对生产资料进行垄断和分配 尤其是在对人力资源这块的控制 当一个社会为了完成生活生产指令 对这个生产 对 对人这个生产活动最核心要素 从出生成长到死亡进行全方位的计划 从身体到思想灵魂的绝对控制 那么人最终沦为统治者的生产工具而已 OK 提问,中概股在美股被抛售,这是网信办 安全审查和打击配资后遗症 请问王老师,这是否代表全球资金 正在离开中国和中国股市这个极度不稳定的市场 再加上中国未来对海外资金的极度需求 未来 中国的资本市场会成为一个资本荒漠吗 我不知道 但是毫无疑问 网信办这个动作 不仅仅是网信办这个动作,当然是 从去年的芝麻 蚂蚁集团开始 到现在的这个滴滴 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共很任性 很任性 这么任性意味着什么 这么任性意味着所有跟资本市场有关的行为 都有巨大的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 中概股被抛售 那么任性,任性是有代价 但是这个代价是谁在付呢 当然是股民在付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不要抱有幻想 就像昨天 昨天我在推特上看见一个视频 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人 应该是北京的吧,就在说这个学区房的问题 老实讲呢,北京这个学区房就是多效化片的这件事情 早就有 早就有 叫什么,早就有政策,政策早就公布了 不是现在才出来 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经常遇到的情况是什么 还有很多的人 对中共抱有幻想,你比如说像北京这个学区房的事情 政策一出来马上就要把那个学区房抛掉 你怎么还握着呢 还握着手脸,还有人往里面扎 那怎么办 那谁能帮得了你 那个视频那个人在那哭口口心讲了半天 怎么说呢 我是觉得各个城市 现在 不是北京 也不是北上广深 基本上所有的城市,学区房你都 都别握了 不要抱有幻想 讲别的哲吧,这个哲是不行的了 学区房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是 我今天跟我太太聊这个事情 我太太很敏感,上来就说这一下 这个教委 教委又有钱了 为什么 学区房不能够解决学位的问题 那这些人又得去找教委了 找学校 校委跟学校的领导,这下口袋又装满钱了 计划经济是什么,中国改革开放是由计划体制到 市场经济的一个转变 计划经济的时候只有一样东西 在中国只有一样东西 横行 解决所有的问题 什么东西 权利 只要你有权利,你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当中 那么有些人他没有权利,他不想去找权利的时候怎么办 用钱 我没有权,但是我用钱能搞定 你比如说学位 学位我不认识教委 我也不认识校长,那怎么办 我买个学区房,我有钱,搞定用钱搞定 当学区房没有价值,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个又跑到哪里去 钱又跑到了 权利那里去 那怎么办,那就送钱呗 所以你可以看 这样推行下去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倒退 这就是倒退 这就是习近平推动的倒退 他不仅仅是改革的倒退 是整个社会的倒退 请问王老师,香港民主党派众多,为什么没有像台湾一样形成一个民进党这样的 大党 民进党 形成一个大党,因为他有2300万人 香港只有700万人 而且选民只有 应该我印象中是不到400万人 所以 他就没办法形成这么大的党 而且香港的 香港民进党是政党政治 香港还没有啊 民进党的 民进党的成长伴随着什么 伴随着台湾的民主化的进程 香港 共产党又翻脸了 共产党翻了好几次脸了 这个 政改 政改至少翻了两次脸 所以这件事情 不能比 没什么好比的 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 情况,新东方陆续取消暑假培训班,朋友是新东方的老师准备失业了 一个政策打死一个行业,非常正确 提问王老师,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兴建,为什么不算是中国诺贝尔获得者 算吗 我觉得不算吧 他不是中国籍 对吗 怎么还能算 中国人就算了 那你要划线总得认一个标准吧 提问,中国国内的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占比越来越少 国资投资越来越多 请问王老师,这个对私企的打击有多大,能有解救的办法 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 国资越来越多,国资也没有多少 整个行业已经 风险投资这个行业已经 我觉得已经萎缩的差不多了 为什么 国资嘛,国资现在也不行 国资原来各个省各个市 甚至各个区都有 都有自己的母基金 来投资,进行投资 政府把这个作为优先事项来做,他情愿把钱放在这 他也不去搞学校 但是现在都没钱 现在你各地的母基金都已经停掉了 为什么,没钱了 跟私企没关系 就是风投 风投这个行业 风投这个行业你必须有钱 你现在没有钱 这一个没有钱,另外一个 中国的风投投的这些高科技的项目 大部分来自于美国 特别是现在 你现在说我们要投一个互联网的项目 TMT的项目 拿不到钱 TMT项目根本拿不到钱 现在的投资项目都是那种硬 硬核科技项目 才拿得到钱 其他那些 跟这个商业模式有关系的这些都拿不到钱,为什么 你甭做了,你做了一半 腾讯一看,这个想法不错 他加个小模块就灭了 直接就灭掉,所以这些TMT的项目基本上 这些年都已经没有人投 都是投硬核,生物科技啊什么什么,这个科技那个科技投这些 这些的钱,这些项目从哪里来 全部都从美国来 都是一个留学生跟着别人在搞,搞着搞着跑了 自己再传一个 投他 然后在中国搞 差不多是这样 你现在这个环境还有这种项目吗 我估计找不到 以前根本就那些风头都是 中国的风头直接跑到硅谷 看项目 看到有一个,这个项目里面有一个人是中国人 把他造出来,我们喝咖啡,你要不要搞一下,我们给你拿那钱 大部分是这种项目 所以 所以现在中国的这些 已经极寒都已经过了 情绪,王老师已经很多次提醒大家不要抱有幻想,不要设置底线 我去年开始持音保态 这种乱世不能肉身投奔自由世界,只能随波逐流 都是王老师的理性建议,望墙内的网友行动,哪怕速度慢一点 比什么都不做墙 非常对 提问,坐标台湾,近年我看 国民党种种堕落表现,在听到日本媒体人 石板明夫提到,明明蒋经国是手软鲜血的独裁者 但在民主化多年的台湾,他的评价居然比奠定 台湾民主化的李登辉,完成首次政党轮替的 陈水扁要高很多,我不进行反思 是否台湾在转型正义上做的不够多,请问王老师 我们是否缺少一场如 二战后对纳粹的纽伦堡大审 以及 后续不断起诉二战中助纣为虐的纳粹党 才会让国民党 无法完成 本地化及党内民主化,且在2004 选战 国民党对历史的美化和 篡改 跟共产党是有的一拼的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也不要抱有任何幻想 所以我经常讲,很多人很多这个,现在网上有流传 叫民国派 民国派就是吹捧国民党 我讲过很多次 这个蒋经国就是独裁者 他身上有独裁者所有的特征 他也做过一些好事 但是你别忘了 任何独裁者都做过一些好事 所以 他所做的那些坏事 并不因为他做过好事 而就消失了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我不想都过多的讨论 这是第1个,第2个 对台湾来说,台湾的民主之父是谁,是李登辉 中共一直在丑化这个名字 所以来自大陆的人一听到李登辉 马上脑子里马上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恶感 但是对台湾来说,李登辉是民主之父,这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也很容易理解 也很容易明白 如果连这个都无法 无法接受的话 我们没有讨论空间 观点,北极学区房政策 最近被重体,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为三胎政策被批评舆论 挽回点声誉 二是去年疫情以来,北京上海等 城市学区房又被炒了一波,与房住不炒的政策背道而驰 现在重体显示政治正确 现在不是重体呀 这个政策已经定下来了 只是现在要开始 又生小了 理解吗 不是 不是重体的问题 这个政策已经定下来了 不是重体的问题 这件事情就是个什么 就是个灰犀牛 正在往这边走 早就说过了,我们说 我做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专门做过一个专题 北京学区房的问题 我们专门做,你可以去搜一下,我最近没看 你可以去搜一下看,我们专门讲过这个 这个我当时讲得很清楚 北京的学区房肯定是有 只要有这个政策,学区房就 价值就归零 那种老破晓 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怎么可能,十几万亿平方 观点,王老师说的极对 德胜校区的火箭军医院 高级别员工子弟上北师大实验小学 低级别人员上育翔小学,也是西城区重点小学 西城区重点小学 只要有权力,完全不需要买学区房 情况,朋友最近有事回国 抵达后,限定隔离14天以后,飞往市级城市 到家还有2.5小时的路程,必须用救护车接 费用很高,1000元 疫情成为剥削的机会 观点,去年年底不同意王先生对川普的观点 一气之下退了会员 最近几次听王先生星期六和网友互动的节目 我又回来了 继续作为会员支持你,非常感谢您的坚持,不断的进步,也带领我们看清局面 是这样 我们会有不同的政治观点 我们会有不同的角度 我们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想法,这个没关系 我们只要坚持一点 我们就可以讨论 什么 事实 我们只要坚持事实就好 所有一切杜贝尔尔的事实 以这个为前提,用不同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这是一件 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所以 以事实为核心 我们假如有不同的意见,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好吗 谢谢你的支持 观点,王老师你好,王老师说得很精确 没有理推动改革搞不好台湾 还是军政府的状态,非常正确 提问,国内比较大的压制组 VCB避风头了,CCP找不到打击字幕组的合理理由 开始打击提供视频资源的组织 请问王老师,字幕组受打压是否会激起 全民学外语的热情,现在整数培训业是否 主要是针对外语培训,不是的 跟外语培训没关系 就是 就是教培行业 那么字幕组没有了,就大家学外语,那不行,我不相信 那是不可能的 鸣谢 谢谢 这怎么读啊,我真不知道怎么读 谢谢 我们也感谢字幕组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谢谢 我们下一个节目的节目的节目 摆得,请大家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